刚才课间有同学问非常好的问题 他就问这个P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儿的确有点说不清楚 他说如果P不可判断会怎么样 就如果假设P成立推出P不成立 这种P会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叫做子机公理模式 是说没给定一个P之后呢 就能做一条公理 比如说定义这个交几何 我从子机公理 我规定这个P表示X属于B B是个集合 我规定P是X属于B 这样子对于每一个A都能定义出A交B 这是一种用法 所以一般用的时候都是给另一个具体的P 然后你看看这个P的确是没有问题 像X属于B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B是个集合 然后X是不是属于B 一定是有确切定义的 所以你就可以拿来用 但笼统的说 对于任何一个P 这都是一个集合 这个P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确实说不清楚 这个公理只是说 这样子就是个集合了 至于哪些P可以在这用 哪些P不能在这用 用了会产生什么结果 那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查查书 深入的看一下这个公理集合论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样PX能不能说X属于X 或者说X不属于X等等 类似于这种位置行不行 是不是任何一个P放在这都行 有没有可能又会产生矛盾 那我觉得它既然作为一个公理 这地方任何一个P都是可以的 应该都是不会产生矛盾 因为它已经限制死了 是A的子集合 A已经是集合了 然后A这个集合里面满足P这个性质的那些元素 所以本质上说A的任何一个子集合都可以 它的任何一个子集合就对应着一个P 然后这个P又定了那个集合 实际是互相确定的 也就是说集合的子集合永远是集合 这个是不会产生矛盾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P可以是任意的 只要你A给定了 反正这个P就可以任意 前提是要在A这个范围里A给定了 我们那个罗素贝论是说把所有的集合放在一块 然后就产生贝论了 它没有给定那个A 先把这个A给定之后 这儿这个P就无所谓了 应该是这样的 好 这是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这别的都是可确定 因为就这地方 这个P这儿没有做任何限制 所以这地方需要解释一下 这儿不太辛苦 好 下面我们来上习题课 那个习题是这样子的 第一章的习题 就是杜宅习题 已经上过一次习题课了 第一章的习题应该是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从第二章习题开始讲 第二章有下面这些习题 然后第三章只有三章 四道习题 然后第五章 然后第五章的习题可能还没教是吧 下周才教 所以说我们就讲讲二三四的那个习题 啊 讲过了 第四章也还没教是吧 那我们就讲讲二三章习题吧 留了以后再讲 好 下次习题要说再讲这些习题 好 先看第二章的习题 2.6 ABCD任意的集合 证明下列等于成立 AXC并上BXD 包含于A并BX上C并D 然后A-BXC-D 包含于AXC-BXD 这个题呢 画一个图就比较清楚 A-B是任意的集合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D 右端 A并BXC并D 就是整个这个巨型 左端 AXC 那就是这一块 然后BXD 就这一块 显然 AXC并上BXD 是包含于这个 ABBXC-D CBB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A-B 插上C-D 我们假设这是A 假设这是A 这段是B A-B就是底下这段 这是A-B 然后 这是C 这是D 那这是C-D A-B 是这一端 C-D是这一端 那么 左端 就是这一部分 右端是 整个的这个大集合 所以这个结果都是对的 你先可以画一个图来看一下 那么 证明呢 就是用集合演算 A并B 插上C并D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卡斯基对于并是有分配率的 它就等于A并B XC并上A并B XD 然后再用分配率 实际是四块 AXC BXC AXD BXD 就这四块 AXC AXD BXC BXD 左端是倾中的两块 显然左端包含于右端 这还是遵循分解的那个原理 就集合证明 都分解成一些小块 然后左右两端 看看包括哪些块 多的那端 大小的 少的那端就小一些 方法是用逻辑运算来证 用D 那么任何XY 有序对 这个有序对属于左端 AXC并上BXD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 X呢 是属于 因为这是个并级 所以就有序要么属于他 要么属于XC 要么属于BXD 要么属于后表 并变成后 然后这是卡士基 所以就是X属于第一个极核 Y属于第二个极核 后面也是一样 X属于B Y属于D 这是与 这是祸 它们之间 与和祸有分配率 把它全部展开 就是四项 四项 你再跟刚才一样 倒回去写 再调整它们的顺序 这是祸 所以就是他属于他并他 再写成这样 注意中间有一部是单向推 其他都是等价 最后这一部是单向推 是由这四个多层里 他选其中的两个 这是那个化解规则 推理规则里面的化解 这样也可以 本质上跟刚才那个证明是一样的 就四块里面他选了两块 但这是从逻辑上来说 是一个推出的关系 第二文那就一样 用定义去证 跟刚才类似 也可以用集合演算去证 第二文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跟第一文是类似的 下面一个题 设EBC为任意的集合 证明下列等式成立 还是关于这个卡式机的 A-BXC 等于AXC-BXC 然后A和B的对称差 跟C差成 等于A和C的AXC 这个括号应该在A的左边 然后和BXC 然后再做对称差 这个也几乎是显然的 因为拿这边的元素 跟它去配有些对 第二分量里面都在C里边 就是第一分量去变 而那个集合它是这样的 不变 所以这个也可以是用逻辑去证 然后还可以利用1去证2 因为这个卡式机对称差 转化为这个集合X的病 所以证明第一文之后 就能够用来证明第二文 用集合演算就可以了 好 细节我们就不一行一行去念了 嗯 大概说一下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下面第二章的第11题 R1是个关系里面有四个有趣对 R2也是个关系里面也有四个有趣对 A是两个元素A和C 球下面这些东西 R1和R2的胶 R1和R2的对称差等等 直语定义 这个呢很繁琐 只要小心一点就行了 先是两个关系的病 两个关系的交 对称差 然后 第一个关系的定义欲 他们的病的定义欲 然后直语 然后限制 就第一分量都在A里边 第一分量都是C的等等 然后是像 然后是合成 因为有一个参考书上面有答案 我们就不详细说答案了 只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方法 你共会自己去看那个 下面一个 色R是这样一个集合 求它的逆 它的合成 它的像 它的限制 直语定义等等 这些题目都不难 只要是按照定义去算 就是容易出错 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错 这细心点就可以 下面一个题 16题 A是从0到12 这13个数字的集合 R S都是A上的二元关系 其中R表示X加Y等于10 S表示 X加上3Y等于12 用列举法给出R和S 然后分析R和S的性质 R和S都是二元关系 所以性质指的就是那五种性质 自反 反自反对称反对称传递 X加下等于10的 那就是从0到10 5564等等 这个显示对称 所以它不是自反的 也不是反自反的 00没有关系 然后55有关系 所以既不是自反 也不是反自反 它也不传递 第二个呢 S呢 它也不是自反的 也不是反自反的 也不是对称的 但它是反对称的 就碰巧这是反对称的 就是X加3Y等于12了 那么Y加3X 肯定就不能再等于12了 为什么第二个S 没有对称性呢 如果S有对称性 就是说XY有关系 那么Y跟X也有关系 就意味着 X加3Y等于12 那么Y加3X也等于12 这两方种连力 你就会得出X等于Y 那X等于Y就推出 X只能等于3 因为X加Y还要等于12 所以它如果对称了 它的元素就只能是 横等于3 所以它不是对称的 然后这个S呢 没有传递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12 0有关系 0跟4有关系 但是12跟4没关系 所以它不传递 对吧 S唯独就是因为12 所以如果你把S这个集合 A限制到11 就0到11 不要12的话 还是定义S X加3Y等于12 这种情况下 这个S它就是传递的了 它只差一个 只差一个12 0跟04 能出来一个12跟4有些 没有那个 如果你把它去掉 那它就是传递的了 就说如果你只有前四项 那它是传递的 好看下面一个题 第17题 A是四个元素 R是A上的二元关系 要么X等于Y 要么X加Y属于A 求它的关系决定和关系图 并讨论它的性质 就这四个数里面 挑两个出来 一加还在它里边 那么0加上 0123里面的任何一个 还在里边 所以0跟它们都有关系 然后1呢 加上0加上2 都还在里面 1加3等于4就出去了 就不行了 2呢 加2还在里面 那2加3就不行了 2加1 2加0也可以 所以这个关系图 所以就这样 对这个 这个好 它还要求X等于Y XK等于Y 或者X加Y 数页 这应该是或 写错了 写成语 应该是或 所以 33也可以 22也可以 下面一个题 非空极格上的二元关系 如果是自反的 并且是传递的 则 它的和声音也包含于它 但反过来不真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题 如果R是自反和传递的 证明它和它的合成一定是还是它自己 任何XY 如果XY属于R跟R的合成 那么就存在着T XT属于R 并且T属于R 因为它是传递的 最后XY也属于R 证明了这个方向 再正这个方向 任何XY XY属于R 因为它是自反的 应该是XY属于R 并且XX属于R 不能弄YX XY和XX合成之后 就是XY属于R 然后下面是个反例 如果R跟R的合成是R 不一定是自反的 比如说A是两个元素 AB R就是A 这一个有趣度 那R跟R的合成还是A 这个呢 它既不是自反的 它就不是自反的 注意 这个传递性的创造条件 是R跟R的合成包含于R 是吧 所以这个成立它一定是传递的 但它不一定是自反的 所以反过来 它推矛盾 否定的是自反 而不能否定传递 就是22题 27题 二元关系 R1和R2 它的定域和直语都不相交 那证明 它们的病级的合成 就等于每个关系自己合成在去病 这也是显然的 因为那个合成必须借助于中间元素才能产生新的有趣度 它们的定域和直律都不相交 也就是说你病在一块不会产生新的元素 还是自己跟自己在做合成 这个直光上看是很显然的 首先 右端肯定包含于左端 这是显然的 因为R1是它的子集合 那么它的合成也是它的子集合 R2也是它的子集合 它的合成也是它的子集合 关键上反过来证 左端包含右端 它是用归纳法 应当是对M去做归纳 M等于1的时候显然成立 然后再对M等于2去做归纳 M等于2的时候 R1并R2去合成 那就是R1跟R1里面的元素配合 出来就是R1 平方 R1跟R1合成 R2跟R2里面配对 出来就是R2里面的合 然后R1跟R2去配对 因为R1和R2告诉你欲不相交 所以R1跟R2去合成 肯定是等于空关系 同样R2和R1合成也是空关系 所以这个也还是对的 然后你用归纳法类似的 很容易就能证明 这是27题 下面29题 求必包 自反对顺传递必包 这个也很简单 你画出关系图来 就很清楚看一下 下面35题 二人关系满足 自反的 这么看这个等价关系 他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关系性的应该是这样 如果YX有关系并且YZ有关系推出XZ有关系 就是满足自反的并且XY属于R并且XZ属于R则YZ属于R 证明这是一个等价关系 那只需证明它是自反的对称的和传递的 首先是自反的 然后对称性 XY属于R 因为自反嘛 XX属于R 就推出YX属于R 根据那个性质 这样就证明它是对称的 然后证明传递性 XY属于R YZ属于R 由对称 XY可以变成YX YXYZ得出XZ属于R 这就相当于传递性 反过来 如果R是等价关系 也能推出题目中的两个条件 所以这是 这个可以作为等价关系的另外一个定义 这是等价关系的一个创法条件 相当于 等于换一种形式 就是除了自反性之外 对称和传递性呢 可以合成一个性质 就只有这个性质 YX属于R 并且YZ也属于R 能够推出XZ属于R 下面 39题 集合上的两个划分 求诱导和增加关系 以及伤疾 关系的 下面看47题 给一个偏讯集 就54的因子的集合 在整数关系下的偏讯关系 54在整数关系下的哈斯鲁是这样子 18乘以30等于54 注意三个数数 所以按照偏讯关系 就是54覆盖18 在18和54之间 就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真因子了 因为18的2倍是36 36就不是54的因子 同样 27是54的一半 所以54它两个因子就18和27 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因子 所以54覆盖18和27 他们之间连边 然后18又覆盖6和9 因为36一18 29一18 然后39和27 33得9 23得6 13得3 12得2 你发现每条边 实际对应的一个数数 只要一个数乘上一个数数 等于另外一个数 这两个数之间在整数关系下 一定是覆盖关系 不能再分开 等到这样一个偏讯图 实际这个偏讯关系非常特殊 这种偏讯关系称为格 Lattice就是格 你看它的图形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这个偏讯关系有一个特点 里面任何两个元素 它一定存在着最小公共上界 也存在着最大公共下界 就是他们所谓的最小公倍数和最大公约数 我们讲偏讯关系的时候 讲过最大圆最小圆 然后上界下界 极大圆极小圆 是吧 还讲过最大圆 那个最小上界最小下界 都讲过 那么所谓格就具有这个性质 任何两个元素 它有最小上界 也有最大下界 比如说六和九 六和九的上界有十八 十八比六和九都大 所以是他们的上界 五十四也比六和九都大 是他们的上界 但是呢 十八是其中的最小的上界 再比如说三和九 十八呢 是三和二 看二和九十八是二和九的上界 五十四也是二和九的上界 其中十八是二和九的最小上界 所以这种东西称为格 它里面的这个链就顺着线走就行了 最长的链有四条 一二六十八五十四 就从一到五十四的任何一条链 它长度呢 都是经过四条边 就包括五个元素 这个链的长度指的是点数呢 就是长度为五的链 一共有四条 就是说你从一出发 看你怎么上去 直接上去呢 就到了 从第二条边上去 第三条边上去 第四条边上去 就这么四条 好 反链呢 就是说互相不可比的元素 反链的长度最多是二 十八和二十七不可比 二十七跟六不可比 二十七跟二也不可比 基本上呢 就是 二六十八跟三九十七 这两两都互相都不可比 它让你举例 其中五个互相交的反链 这个能够分成五个互相交的反链 就我们讲的 从鸡大链开始 五十四挑出来 然后十八跟二十七 然后六跟九 然后二跟三 然后最后是一 因为最长链的长度是五 所以它最多能分成五个 互相交的反链 那么一种元素最多可以划成多少个互相交的反链呢 让每个元素自己成为一个反链 彼此都不相交 所以最多是八个 好 下面一个题 R1是A上的偏续关系 R2是B上的拟续关系 在A差B上定义的关系如下 就是 第一分量呢 按照第一个关系去比 第二分量按照第二个关系去比 证明R是A差B上的偏续关系 你去关系的 它唯一就是没有自反性 偏续关系要求自反 因为这个 是A差B上的有关系 所以证明它是偏续关系要证明它是自反对称和传递就行 自反性 R1和R都是自反的 所以XX属于R1 YY属于R2 那么按照定义呢 这个X和XY就有这个R的关系 它就是第一元素按照第一个关系 比第二元素按照第二个关系去比 这个题是不是写错了 逆循关系 逆循关系是反自反是吧 逆循关系是反自反的 那这地方怎么又说R2是自反的呢 啊 题目是偏续是吧 这个R2是B上的偏续关系是吧 那这地方写错了 好 看下面一个题 设A是三元级 问A上跟有多少个偏续关系 答案是19 关键是这19是怎么来的 那这个就是画哈斯图 三个元素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哈斯图 首先 这个元素彼此都可比排成一条线 然后这三个元素的顺序可以重新安排 全排列 这就六种 就是ABC ACB 什么BAC BC等等 这就六个不同的 ABC 知道CBA 这就六种不同的序 这是那个线序的情况有六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 这三个元素互相都不可比 ABC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 然后是两个元素可比一个元素不可比 这种情况 那K是A 然后这可以是BC 也可以是CB 然后这两个是A 所以你可以把三个元素当中每一个单列出来 然后另外两个做一个排列 所以这总共是六种 这是三乘二 就是那个单列的元素有三种挑法 对于它的每种挑法 那两个元素又可以一上一下 所以总共又是六种 还有一种情况是 形成一个V字形 就是或者是一个那个 cap形 这样子 这种情况 或者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当然是三种 就是顶上的元素 K是A K是B K是C 三种 这个呢也是三种 就底下的元素 可以是A 可以是B 可以是C 所以全加起来就是 答案 三加三 再加六 再加一 再加六 最后是19 19是这么来的 注意这问的是多少种不同的偏需关系 不是问的是多少种互不同构的偏需关系 你可以定义两个偏需关系同构 所以同构就是两个集合之间的一个双射 然后它满保持那个关系 就如果A比B小 那么F1就比FB小 这叫做一个同构 那个互不同构的偏需关系有几种呢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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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是一种 那是一种 所以 12345 有五种互不同构的偏需关系 如果考虑同构的话 只有五种 不考虑同构 就只要元素的编号不一样 就算不同 那么一共有19种 就对于偏需机 我们可以定义同构的概念 这里面没有提 但是你可以讲第一 好 这是那个 第二章的细题 下面看看第三章的细题 11题 是F是A到B的一个函数 定义机呢 是B到PA的一个函数 对于任意的B GB呢就等于这样子的X X属于A 并且FX属于B 就是你有一个A到B的一个函数 这是A 这是B 有A到B的函数 对于B里面的每一个点B 我把那个硬到B的那些全体元素挑出来 这个极客 就是B的原项 GB呢就等于B的原项 所以 它有这样一个关系 证明F是满射时 G是单射 如果F不是满射 那么G里面会有一个元素 它就没有原项 那么这时候GB就等于空 所以这是 如果B不属于F的值域 这时候呢 我们就推出来 这个GB呢 就等于空级 对于 让你证明F如果是满射 G就是单射 如果F是满射 那么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每一个B都在值域里面 所以这个GB呢全都非空 这个G显然是单射 因为它实际是A的一个划分 就对于不同的点呢 这个函数值一定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函数 它每个点的值是唯一的 这个点的值对着这儿 就不可能再对着这儿 所以这个不同的B出来的这个原项 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不相交的 所以显然这个G是个单射 嗯 下面一个题 给了一个具体的函数 F和G 然后 求他们的相 原相问 有没有法函数 这其实非常简单 中学都能做这东西 现在只是复习一下概念 嗯 第二次提 G是A到B的函数 F是B到C的函数 F和G的合成是单射 并且G是满射 证明F是单射 以致F和G的合成是满射 且F是单射 证明G是满射 嗯 这个呢也是通过图来看就很清楚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这是F 这是G 啊 前面是G 后面是N G G是A到B F是B到C 以致F跟G的合成是单射 就是合成完了之后是单射 并且G是满射 证明F是单射 好 已经知道G是满射 G是满射 那F呢可能 可能不是满射 可能是这种情况 嗯 然后 证明F一定是 合成以后是整个是单射 证明F一定是单射 嗯 如果F不是单射 那就有两个不同的点 对到同一个点上去 G又是满射 那么这个点就一定有一个原相 这个点一定有一个原相 嗯 那合成合成映射里边 从这个点 到这个点就有一个对应关系 从它到它又有对应关系 它就不是单射 所以如果F不是单射 又加上G是满射 就能够推出来这个合成映射一定不是单射 嗯 嗯 现在已经知道合成映射是单射 所以 一定F 得是单射才行 用反正法 嗯 同样第二个 这个合成是满射 并且F是单射 证明G是满射 还是类似这样一个图 第二个是满射 F是满射 然后 证明G是满射 合成是满射 F是单射 证明G是满射 这个合成关系是个满射 就从它到它 注意 中间这个第一步不一定是满射 所以它可以是印到这儿 印到这儿 B本身是个映射 它 它呢是整个印到自上面去 嗯 因为整个合成已经是满射了 所以 这一小块最终就 印整个映射 所以整个也是映满 嗯 实际 至于 中间第一个映射 是不是满射 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满射 也可能不是满射 如果这个不是满射的话 那么这个F一定不是单射 因为 这儿的点会对到这儿 然后 这个地方的点也会对到这儿 那这个跟我们那个无关 我们不管这个 我们就不管 证明G一定是满射 这个是G G一定是满射 因为现在已经知道 那个F是单射 整个是满射 F是单射 然后证明G一定是满射 因为反正法 如果G不是满射 那在这儿 那就说 G不是满射 那就意味着G的值域 不等于B 那就存在这儿存在一个圆 它不在值域里面 值域在这儿 因为整个的合成印射 是个满射 这个点肯定对到这儿来 这个 比如这个合成印射 是满射 那么这儿一个点 一定会印到这儿 它一定通过这个点印过来的 这样一来呢 这个F就不是单射了 那么这个点就有 两个原项 一个是在它值域外面 一个是在值域里面 所以后面关于函数的提议 画这样一个示意图 看起来就清楚一点 然后具体的写法 你看一下那个书上的那个解答 那只是一种写法 这个写法都是不唯一的 有很多种等价的写法 只要你写的对 就符合那个半形式化 证明的那个要求 都是都是可以的 这个具体的书写格式 肯定是不唯一的 我们只是提供一两种 那个可以参考的那种写法 好今天课就到这儿 然后下周就开始讲图论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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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